用四根火柴棒排成的正方形 若横着排列连接十个 共需要多少根火柴棒 首先我们可以先画画看 第一个正方形需要用到四根火柴棒 照理来讲第二个正方形会用到八个火柴棒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共用边 所以比较减一 所以是七条 所以我们发现第一个正方形有四个火柴棒 第二个正方形只有三个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正方形会有几个八 一 二 三 也是三个 万一这样下去的话 十个的话 后面九个一定只有用到三个火柴棒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三乘以九 等于 等于刮壶 刮壶里面要填二十七 二十七还不是答案 因为还要再加第一个正方形的四根火柴棒 所以二十七再加四等于刮壶等于三十一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三十一 三十一 写完了没有 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写一点单位啊 三十一什么 三十一 跟 因为 他是问我们 共要多少 跟火柴棒 所以单位就是跟 所以这一题就解完了